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何如此短暂?按理说,古代人吃的是绿色健康无公害的食物,生活作息也是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生活环境更是青山绿水,空气清新。 但为什么古人的平均寿命还是不长?那是因为我们对古人生活的过度美化,其实他们的生存环境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。 假如你只是个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民,那你从一出生下来就注定了是苦难的人生,在古代大部分农民都是从事劳累的体力劳动,无论刮风下雨,都要守在这一亩三分地上。 贫穷的农民甚至连牛也不一定买得起,从耕田到插秧再到收割,都是靠家庭劳动力来完成,所以男人当畜生时,女人当男人时,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古代农民年纪轻轻,就一身毛病,寿命自然也不长久。 种地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的事,需要补充大量营养,但农民却根本吃不饱,由于畜牧业的落后,导致肉价的昂贵,多数农民一年到头,也沾不到几次荤腥,鸡蛋已经是大补的东西了,而饮食也被迫清淡,盐铁官营,盐是国家管制品,普通老百姓连买都很困难。 只有是在流汗过多的情况下,做饭的婆娘才会心疼地放一点,而农民自己自己辛辛苦苦一年种的粮食也不属于自己,每个朝代的税不尽相同,但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代价,除去缴纳的粮食后,一年也就只能余下一点温饱粮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。 到头来,除了一间破屋一块平田,一身病痛,什么也留不住攒不下,那古代的达官贵人不用为温饱而愁,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是不是就高一些呢,活得能够久一点也不尽然。 其实深究古人平均寿命短的原因,有一个主要的因素,那就是古时应幼而夭折的几率非常高。 就好比乾隆皇帝一共有过十七个儿子,可其中有七个不到八岁就夭折了,皇家拥有当时最高效的医疗条件尚且如此,那平常百姓家中更是难以与命运抗衡了。 有不少古代妇人在生产时,兔育血崩,在现代还能及时医治,可在古代就只能放弃治疗等死了,如此一来生孩子还要赔上妻子的性命,而通常遭遇血崩,生下的孩子都比较体弱,很难熬过十岁。 并且,那是因为胎位不正,或胎儿过大,长时间生不出,最后,胎儿胎死腹中的几率也很大,因此,古人才时常流传一句话女人产子,就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,如此一来,孩子的腰折率增高了,自然就将平均寿命拉低了一大截。 除此以外,古人偏向于近亲结婚,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家族血统的纯正。 众所周知,近亲结婚诞下的子女夭折和患病几率是非常大的,并且,因为近亲结婚,孩子畸形和吃傻的情况也有很多,而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是近亲带来的后果。 反而会怪在母亲怀孕时期,未曾注意饮食上,那时并没有户口,所以,遇到这种情况,大部分家里都是选择将孩子抛弃,或扔到河中淹死,进而也影响了古人的平均寿命。 而在古时,即便是有幸活到了极机的年纪,也不一定能够寿终正寝,因为在古时战乱频繁,尤其是在五湖乱华的魏晋时期,蒙古人入主中原的苏莫元初期,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晚清时期,这些时期都是拉低平均寿命的罪魁祸首。 如果志成表哥查看,那么这几个时期都是属于最低谷的时期。 除此以外,就算有幸不因战乱而死,接连而来的饥荒和自然灾害也很难逃过,战乱之后民不聊生是每个朝代的常态,而这样的局面则需要很长时间去修正,因此古人的平均年龄很短,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很难让百姓能够坚持到盛世平定,而古人寿命短除了战乱因素以外,还有一个现实因素,那就是古代的医疗技术。 并不先进,且看病是非常昂贵的,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都支撑不起一次上门问诊的费用,在古代许多人家中一年的收入都采几两银子。 但是医生上门诊治的出诊费用就要一两到二两银子不等,更别说还要花钱买药了,许多人都只能是小病靠康,大病等死,即使有钱能够请得起医生,也有两个问题,其一就是请来的医生是否真的是良医,古人医术普遍都不高,用医用错药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的也占了多数, 所以能不能治好也只能看自己的运气,其二就是良医能不能治好你所患的病症,在古时因为疾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,感染风寒,吃了脏东西,被蚊子叮咬一口长的浓疮都会成为死亡的缘由。 更甚者连喝口凉水都会被枪死,所以说古人才是真正的弱小又无助,普通疾病都会夺走人的生命,更别说在古时被称为夺命杀手的天花、瘧戒、肺牢、各种鼠疫、虫疫等等。 所以当有不少人羡慕青宫剧中那些穿越者时,应当切实地想想,真的穿越了在古代能不能熬过这些天灾、战乱,实在不行,穿越之前还是整个医疗包一起吧。 古人并不了解的致命疾病,一,狂犬病,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,病死率接近100%,通常是被病犬咬伤后感染。 现代还能够通过接种狂犬病疫苗来预防,但在古时候可以说是必死无疑,而且狂犬病患者后期发病时表现出来的症状,也往往会被古代人认为是厉鬼所命。 二,肺结核,古装影视剧中经常会有演员咳嗽到吐血的场景,很多时候是为了表达古代人患了肺结核,肺结核在古代同样可以说是绝症,基本上无药可治。 但是,鲁迅先生笔下著名的人血馒头,人们疯抢的目的,也是认为人血可以治疗肺结核,可见古人们是多么的愚昧不知,如今肺结核早已不是什么绝症。 而且已经可以治愈,除了狂犬病和肺结核,古代的癌症同样也是不治之症,只是古代人因为寿命短,病毒而癌症往往是高龄阶段高发,因此古人癌症的发生率没有现代人高而已。 另外,古代破伤风和败血症,肺炎的发生也往往是致命的疾病。 为什么皇帝寿命也短?以上分析角度,主要从普通百姓出发,战乱,医疗卫生,粮食都将影响他们的寿命。 但古代还有一个人,或者说一个职业,不仅坐拥天下,还拥有最好的生活条件,也就是封建制度下能达到的最高成就,皇帝。 但为什么他们的寿命也这么短?从皇帝要处理的工作量来分析,据史书记载,秦始皇每天需要批阅一百多斤的竹简,才能处理完一天的正午。 后人试验表明,一百斤竹简抄写成文字,约在三十万字左右,清朝就有一位劳魔皇帝雍正,自继位以来,从未有过一日松懈,一天二十四小时。 他能花二十个小时在工作上,雍正死后,很多人都猜他是过劳死,皇帝自然不可能只处理工作,他们也享受生活,古代皇帝后宫家里遍布,光是正式册封的妃嫔,就有数十上百人。 可见,皇帝所承受的胜利压力,何况妃嫔们为博得皇帝宠幸,还经常寻求各种补身强体的秘方,这无形中也极易损伤皇帝的身体机能。 另外,追求长生,似乎是皇帝的必修科目,无论这些皇帝早年间多么历经图治,晚年总会想要求先问药,经常服用道士炼制的丹药。 这些药物中常含有拱,甚等重金属,长期食用必然中毒,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也意味着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,皇位竞争激烈残酷,皇帝需要面对的威胁来自各个方面,比如皇位竞争者藩亡或全臣的谋反。 只能说,皇帝虽然没有平民百姓对生活的苦恼,但也要面对其他损耗寿命的事情,意味而出,双方都活不长。 如今,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,人类寿命逐渐延长,现代医学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,大大降低了疾病导致的死亡率。 此外,公共卫生设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,古人的寿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,尽管他们遵循自然规律,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,但在恶劣的社会环境和有限的医疗条件下,很难达到现代人的寿命水平。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否定古人的生活方式,古人的生活方式简单自然,现代人的生活则便利舒适,关于哪种生活更有利于长寿,存在不同见解,但最重要的是,我们应真实生命,与大自然和谐相处,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感谢观看